报复加拿大 中国罕见公开毒犯众审判死刑 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与温哥华被逮捕之后 中国在两国关系紧张的状态下 决定判处一名加拿大男子死刑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在2014年 因为从中国走私227公斤的安费他命到澳洲而被逮捕 2018年11月 Schellenberg被中国法庭判定有罪 并求处15年监禁 判2.2万美元的罚款 在孟晚舟被逮捕后几周 中国官方要求在12月重审他的案子 中国官方邀请外国媒体出庭 见证这名加拿大公民被改判死刑的审判过程 并声称改审是因为之前的判决太过宽松 Schellenberg表示 朋友介绍他认识一名叫做许青的男子 他因此遭到陷害 当天许青还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作证 许青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无法回想任何有关此案的资讯 他发言时还拿着一张书面声明念着上面的细节证词 一般来说在中国受审议程约为一个小时 但是Schellenberg的律师告诉了香港南华早报 整个重审的过程非常快 大概只花了20分钟 加拿大官员认为这一次的判决 以及12月其他两名加拿大公民遭到拘留 都是中国当局为了华为财务长被捕而做出的报复行为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此表示 加拿大政府极度忧心这样的情形 他指出从这个案件来看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选择独断专横的使用死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